第七百八十三集 感受着周围血浪的冲击逐渐加强 每一寸肌肤都受到冲击 似乎是在洗发肉身一般 下一刻他陡然一拳轰出 将往上的第八阶和第九阶的 万摩梯上的气血轰散开 而后平淡无奇地走了上去 就仿佛真的只是在爬楼梯一样 第九阶上是黑甲 恶然地看着这一切 他下意识看了看自己 闪烁金光的肉身 正在被血浪不断腐蚀 诧异道 这是道远镜八层天 有这么强大的道远镜八层天吗 肉身比我们都要强大的多 黑甲孤身一人 走出众人的力量范围之外 迅速被血浪轰成重伤 跌落了下去 爬起来时 心中的震惊犹如翻江倒海一般 这种血浪的威压相当于入神镜一层天的力量 更甚者寻常入神镜二层天都不见得能挡住这股力量啊 他一个道远镜八层天 居然挡得住 不仅挡得住还一点伤都没有 不仅黑甲第七阶段的几十位青年都一脸茫然的凝望着第七阶的夜沉 这不是道远镜八层天 这至少帝尊镜七层天啊 不能 怎么可能做到这一切 这个来自昆仑须的人肯定是某个老怪物附生 要么就是某个老怪物刻意压低的修为 不然怎么可能这样 第十七阶上的白衣青年昆武半跪下来 浑身上下尽是伤痕 金身军裂 鲜血流淌一地 他正一边抵挡血浪威压 一边休养的时候 恶然看见了走上来的夜沉 还以为自己眼花了 摇了摇头却是看见对方毫发未伤 不由地问道 你 你是谁 我是夜沉 夜沉回答一声 轻轻迈动一步跨越上百米 登上了第十七阶 随手一拳打抱袭来的血浪威压 凝视着昆武道 你的肉身不行 再闯下去 必死 必死 我作为兴建门真传弟子 再继续往上闯会死 昆武不禁诧异地问道 你是刚才那个道远镜八层天的人 来自昆仑须的人 我叫夜沉 来自昆仑须 夜沉没有多理会他 往上一步继续来到第十阶 很快数十秒钟过去 夜沉已经攀登上了第二十九阶 周围的气血微压也越来越强 隐隐抵达了更强境界的力量 便是寻常入神境一二层天的武者上来 都要吃不小的苦头 可夜沉却浑然无事 第十九阶段的昆武 已经难以接受这个局面了 我帝尊镜六层天 金色霸体三阶 居然还抵不过昆仑须一个道远镜八层天的人 我有这么弱 还是昆仑须的人都太逆天了呢 我还不相信 你道远镜八层天 能上二十九阶 我还上不去吗 我兴建门的弟子 怎么可能不比你们昆仑须的人强 血脉秘术 昆武低喝一声 动轴起身 体内爆发出一股极致气血 将它包裹 使得它宛如一柄神剑 锋利无比直冲上去 道道血浪为压被它击退 它成功来到第十四阶 还未站稳时 便遭受到一股极致的气血攻击 宛如血之神将凌空刺了它一下 引得它伤痕累累 直接跌落下去 二十阶 十九阶 十八阶 三阶 二阶 一阶 昆武直接跌落到了万摩梯之外 伤痕累累的身躯刺目耀眼 一脸愕然的看向已经攀登到第三十阶的夜晨 不由的震惊 此人到底是谁 怎么会这么强大 我居然不如他 我可是帝尊镜六层天哪 他才是道远镜八层天 只是差距八个小境界而已 我和他相比有这么差吗 他能做到的我为什么做不到 昆武 昆武师兄 快服下丹药 恢复肉身 好几个星剑门的弟子赶来 其中一人取出一枚神级丹药 递给了昆武 那人审视着万摩梯上的夜晨 目光深邃说道 这人来自于昆仑须 绝不简单 很可能是当年昆仑须上古时代 诸多大能的弟子 也可能是得到了那些大能的传承 你不要与他举证 他的肉身和气血之力强过你十倍 此话一出 所有的目光都凝视着这位 半步入神境的弟子 在看待夜晨时 心中鄙夷和不屑都化作了震惊 试问 谁能在道远镜比肩入神境 上古时代 远古时代恐怕都没有吧 夜晨此人绝不能去比 还是赶往凌晨禀报师门 昆仑须出了个绝带天骄 要多加小心 凌晨虽然属于昆仑须 但是因为有空间传送阵的原因 凌晨的人都觉得自己凌驾于昆仑须之上 万摩梯下的情况 夜晨没有理会 倒是不断往上攀登时 沿途看见了不少人 有的是老牌弟尊界 有的是半步入神境 更有的是一二层天的入神境 但肉身都极端强大 像是第37阶上的那个老头 半步入神境 肉身却是霸体七四阶 周身环绕着极强的杀器 绝对是老牌强者 周遭传来道道声音 夜晨迅速闪开 地面上出现一团红色腐蚀性液体 便是坚固的挽摩梯 都出现了一个小坑洞 再回首看时 一条星红的毒舌 长达数十丈 浑身包裹着血色鳞片 有短小的四肢 舌头隐隐有一只鸡脚 是蛟龙 一条修炼了两千年以上的蛟龙 还带着剧毒毒液 看气息似乎是 地尊敬八层天 如此星红蛟龙 按理说已经是半龙 却还保存着旧石的毒液 想必血魔山上的本土妖兽 历经多年吸纳血气 从毒舌 硬生生修炼到了蛟龙境界 血脉虽然不纯 但比一些真龙 都要强大了不少 便是百战妖王 也不见得是其对手 来得倒是好 抓了你 用来对付血灵族的魂 但 夜尘毫不畏惧 几个剑步冲上去 闪身躲开蛟龙 喷射出来的毒液 一圈打出 拳印中万千寂灭佛陀 齐声念叨经文 周身萦绕无数暗色经文 化作两条绸缎 捆绑住了星红蛟龙 下一刻 拳印抵达 砰的一声 星红蛟龙的龙头 劈开肉绽 毒血洒落一地 将周围的蛟土 都给腐蚀成了灰烬 血魔山中间是一条万魔梯 周围两边可都是焦土山间 行走在上面 随时随地都要预防被突然起来的凶兽 或者是剧毒妖兽袭击 你这人类 该死 星红蛟龙喘着粗气 蛇尾一早 如若钢铁长城碾压而过 轻易地被夜沉躲开 可边上那位半步入神境的老者 确实被击中 身形暴退而出 鲜血纷飞而出 这位老者喷血不断 胸口渐渐浮现出 道道气息 金身居然被蛇尾的剧毒给腐蚀了 他勃然大怒呵斥道 你这孽畜 老夫不曾得罪你 为何伤我 老东西 本王在杀着小崽子 要是不想死 滚远点 星红蛟龙也不是青山之辈 大半身躯还在山剑中 并没有全部踏足万摩梯的范围 否则也要受到气血威压的攻击 道士夜沉一边抵挡他的毒液 一边抵挡万摩梯的威压 却都显得游刃有余 小崽子 你敢伤我 你的肉身我要了 吞了你 本王就能蜕变为真龙了 星红蛟龙扬起舌头 迅速喷出几团毒液 不时短粗的爪子也在猛攻夜沉 畜生 还想着收服你 刚才一击流了力气 没想到你自寻死路 罢了 老子送你归天 夜沉爆喝一声 周身闪烁出滚滚魔气 一拳打出 无数佛文营绕而出 犹如烈日般耀眼 恐怖无双 封锁了空间 封锁了星红蛟龙的退路 星红蛟龙怒吼一声 口中喷出一股淡绿色的烈焰 似乎是他的本命真焰 龙有逆焰 蛟龙同样也有些本事 他星红的双瞳凝视着夜沉 渐渐地感觉到一股危机感熄来 眼前这个小崽子 修为特别低 但是绝不简单 不能将其当成 星剑们那些废物来对待 无数金色佛文组成的权印 破灭了淡绿色的蛟龙针焰 将星红蛟龙半个头颅给打碎了 星红蛟龙慌张地凝视着飞来的权印 大喊道 前辈饶命 我愿意跟随前辈 星红蛟龙着急地叙述着 他硕大的龙眼凝视着飞来的权印 这时候 他真真切切地感觉到了夜沉的强大 这权印已经具备入神境三层天的战力 自己怎么可能抵得过 再者 夜沉才是道远境八层天 若是能跟随 不视为是一种机缘呢 半空中的权印消散下去 夜沉倒是煞有意味地看向星红蛟龙笑道 既然愿意投降 那便给你设下封印 愿意臣服 星红蛟龙低下头去乖乖地趴在地上 一身血红色的鳞片和四肢像极了四脚蛇 只能说是不完全版的真龙 血脉不强 但是战力倒是不差 地尊境八层天 可媲美入神境二层天